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税入是2.792亿元 和税出2.8818亿元 都再度創下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 即便面临疫后全球经济放缓 但台湾经济情势稳健 带来税收成长 明年依法编列了1,150亿的还债金额 也創下23年来的最高 台湾的总体经济规模变得更大 台湾的整体的国力变得更强了 让政府有能力做更多事 也有余裕还更多的债 而从2016年到2022年 台湾平均经济成长率是3.4% 高于全球平均 即使受到今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但台湾从2016年到2023年上半年的平均成长 仍然是亚洲四小龙第一 也因此 我们从2017年起 总预算连续6年有税计剩余 甚至连续5年剩余超过1,000亿 台湾的经济成长 要归功于2,300万人民的共同打拼 但这8年 台湾经济脱胎换股的关键之一 就是政府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资 而其中以特别预算支应的前瞻基础建设 更加强了投资的力道 基础建设的强化 迎来了投资台湾大爆发 这几年下来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加上境外资金回台审查金额超过2兆 外资加码投资台湾也增加了2兆 驱动台湾经济成长的动能 我们抢在美中贸易变局前 快速的推动产业转型 不仅让台湾挺过全球百年大一 维持经济稳健成长 而且还抢进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关键位置 更扭转了过去依赖中国单一市场的路径 经济成长的果实要和全民共享 受到百年大一冲击的台湾人民跟产业 政府有责任要拉大家一把